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因为地球绕日公转一年一圈 所以造成不同日期,不同月份,不同季节 会看到星空随着地球绕日公转而产生变动 那由于这个周期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它的这种变化也就是一年为周期 以地球绕日公转一圈来看的话 会发现太阳每个月好像会经过一个所谓的黄道星座 那一年下来刚好在黄道附近有一个星座 12个星座会在太阳的背景上 然后依序每个月经过一个星座 那所谓的黄道十二宫 那特别要请各位注意的是 在重点整理当中这个观念 也就是由于地球自转加上公转 以及它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相同的星空每天都会越来越早出现 那每天因为地球绕太阳大概公转一度左右 所以它会提早四分钟出现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每过一天晚上同时间 同时刻去看星空 那同样这一颗星会提早四分钟到这个位置 所以过四分钟 也就是同时刻以后 你会看到它已经向西偏一度 那就是在周日运动我们曾经提过的 每一小时地球自转15度 所以平均每一度要花四分钟 那这个特征在解析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如果一天偏西一度 那一个月就会偏西30度 一天提早四分钟 一个月30天来算的话 大概就提早两个小时 那另外一个观念是季节变化 是在下车教材介绍比较多 也是各位在国中阶段所学过的基本知识 地球不但公转 而且绕日的 而且地球自转轴 是倾斜于公转轨道面 那这个是造成季节变化的主要原因 地轴倾斜 那地轴倾斜的基本概念就是它会造成太阳直射点会发生变动 夏至会直射在北归归线 冬至直射南归线 春秋温指的赤道 这几个基本的事实请各位把它记起来 那由于直射点发生变化 昼夜长度发生变化 所以对同一个地点来讲 每天中午阳角 太阳阳角跟白昼时数会产生一个规律变动 除了赤道 就中年都昼夜等长以外 其他地点基本上白昼时数都会发生变动 纬度越高 这种变动就会越明显 到北极圈以北或南极圈以南的崎区 甚至会出现永昼跟永夜 所以像这些四季变化 各位在国中阶段所学过的知识 我们在高二下测教材还会再介绍一次 而这些都是常考的基本关键题 请各位并把它弄懂 那我们来看看几张课本讲义上的图形 这是高一课本的图形 主要重点是在解释 每天同一颗星会提早四分钟出现 也是向西偏一度的概念 那这张图形等一下我们手上的题目来进行练习 因为高一我们的花案有多时间介绍 各位自己阅读 或者到一科网去阅读一下高一所学过的这些知识 那另外一个观念是地球绕日公转 所以我们从地球往太阳方向看过去 它对准的星空 太阳的背景星座会发生变动 依序经过黄造十二宫 那太阳背景星座就是我们的太阳星座 要特别提醒一点 太阳星座跟季节星座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太阳背景是哪一个星座 事实上它跟太阳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星座我们在白天 它是出现在天空上 因为阳光很亮 太阳很亮 所以我们看不见它 那等到太阳熄落以后 夜晚它也跟着太阳同方向 所以也一起落下了 所以太阳星座跟季节星座相反 这个高一我们学过知识 也是请各位留意 那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拿题目 来练习 首先请看75题 这个题目主要的重点是昼夜温差 那我们上一次有提过了 昼夜温差主导的主要是白天黑夜的长度 跟温室效应 那以地球上不同地点来讲 主要就是白天跟黑夜长度的差异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纬度比东京来的低 纬度越低像赤道是中年昼夜都那么长 那纬度越高它的昼夜长度变化就比较明显 因此我们台湾的昼夜长短差异比较小 然后相对的高纬度地区昼夜温度差异就比较大 主要是因为日照时数 白天黑夜长度的变化 越高纬度变化越明显就造成 再来请看这张图形在介绍 这些图形在介绍四季的成名 如果我们从太空中来看地球绕日公转 那我们就可以说地球受到日照情况 直射斜射白天黑夜长度的变化 来说明在不同季节日照时数的差异 简单的讲夏天为什么比较热 因为阳光直射而且白天比较长所造成 那这个是把地球当作不动 用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行来解释 或者是像这个站在地面上 看到不同季节太阳生物轨迹的变化 太阳时数在天上时数的一个变化 白天时数的变化 那这些都是属于高约我们学过的知识 请各位自己阅读高约课本 这是高二下策进一步解释 也是国中阶段所学过的知识 像这张这几张图形要认得太阳直射点 那它的基本概念就是从地球中心往太阳 照射来方向做的连线 那这个点代表阳光直射点 这边也一样 从平行太阳的方向去画一条通过地球中心的线 这一条就是黄道面 而这个就是太阳直射点 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那就是冬至这一天大概是12月22号 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就是夏至大概是6月22号 至于春分与秋分太阳是直射在赤道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昼夜都是等长的 那如果是在夏至这一天赤道还是昼夜等长 那纬度如果越高的地方白天的比例就越高 甚至到极区出现永昼现象 当然相对的如果是夏至南极圈以南的区域就出现永夜 那这一张图形的概念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冬至的时候 阳光直射南回归线 赤道还是昼夜等长 北半球变成昼短夜长 北极区那出现了永夜的现象 而相对的南半球纬度越高的地方 白天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白天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一直到南极区就会出现永昼 南北半球是颠倒的 也就是说昼夜长度会随着季节而改变 另外不同维度也会有所差异 像这些观念都可以透过 从太空中来看地球受日照情况 这种示意图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那这个多半在国中阶段就学过了 如果还不太熟悉的 请务必把后面的题目坐手 那这个是我们高一课本里面的图形 跟讲硬的图形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掺过来 这两张都是一样概念 基本上遇到这种天球的图形 都先把天球一轴画出来 也是观察者站在地面上 通过观察者也是这张图的正中心 画一根通过天球南北极的轴 这是天北极 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看到的结果 那天南极是看不见的 那这张图也是一样 透过这个这个轴 那你就看出太阳深落轨迹 跟其他形体有一个类似的概念 这个深落轨迹所在的平面 还是跟这个轴互相垂直 差别就是 每天正午太阳的位置 两脚会发生变化 那日出日落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动 整体来说 春秋分日出正东日落正西 而夏天 夏天会偏北 冬天则会稍微偏南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概念 这是从西落方向来看 太阳在春分与秋分 会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而夏天偏北 最北的就是夏至 而最难的就是冬至 冬至 那像这个图形你把它弄熟了 就可以更清楚整个天空的变动 当然这个是北回归线的 在不同纬度这个图形 还是会有所变化 就跟前面我们介绍过的 每个地方的天北极天极的阳角 是不一样的 所以星空的变动 看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不过这些规则基本上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你记得一个基本的事实 太阳每天升起到落下 它会产生变化 就是因为地轴倾斜的结果 那这个图形是从 面对某个方向来看的 比如说上面这两张 看的是日落的轨迹 而最下面这张看的是日出的轨迹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我们高一也介绍过这些观念 请各位看一下这张图 这几张图形 假设这两张都是日落的方向 那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图形太阳这样落下来的过程 我们把它拍照叠合起来 那这个代表我们是面对星空去看星星 或太阳会越来越落下的方向 那你记得都不是它们自己落下 那在同一天里面都是地球自转造成的结果 而它们都会绕着这个自转轴 来进行周日运动 所以你的解题技巧就是画一个跟星星太阳 或月亮升落轨迹互相垂直的轴 这根轴就是通过地球南北极的假想轴 也是地球的自转轴 当然它会跟天空的两个景点相交 所以也可以叫极轴 那解题概念第一个要了解方位 这一题如果是日落 这个图片如果是日落 代表面对的是西方 那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 右手边应该是北方 左手边应该是南方 而这个天极是在北方天空上 所以就是天北极 那天北极的阳角就是这个角度 就相当于当地的维度 那至于 至于星星或太阳或月亮 移动轨迹跟地面的夹角 我们刚才也列起过了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我们如果把它叫角壁的话 它会跟这个角度 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因为不管怎么样 星星太阳月亮的轨迹 都会跟地球自转轴 互相垂直 所以这两个角度 会成长富裕的效果 A加B永远保持是90度 所以如果你测出来的结果 这个台北是25度 那这个就应该是65度 那再来看右边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太阳移动轨迹 跟地面的关系是比较接近平行的 那越平行代表它维度越高 相反的越垂直 代表维度越低 所以你如果没有做精确的 精确的绘图去分析的话 你至少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星星中会轨迹就是垂直地表 那就是赤道 极须就会平行地面 所以维度越高 这个就会越接近地平线 这个夹角就会越小 那我们一样做一次分析 这个极轴把它画出来 一样地平线画来做复住 那很明显的跟刚刚都一样 这是面对西边的结果 这个轨迹 对不起 这个羊角是几度 这个就是轨迹会是几度 跟地面夹几度 这两个还是保持户履的现象 那方位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面对西边的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出 像这个是如果在看日出 是面对东方来看的 那星星太阳月亮升起的位置 都是从东方升起 那以太阳来说 会随着季节而变动 春秋分的时候 如果从这边升起 代表是正东 而我们面对东方 右手边就变成是南方 注意哦 面对西方跟东方是相反 那越往往左手边看就是北方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夏天太阳升起的位置会偏北 而冬天则会偏南 那冬至这一天是最南 夏日是最偏北 所以我们每一天就可以利用这个图形 找出日出的方位在哪里 那这个图形可以用来判读 太阳会从哪边升起 在哪一天早上 当然升起的时间 每天都不一样 刚刚我们提过了 那现在请各位看一下升起的轨迹 这张图形 如果太阳画出升起轨迹 应该怎么升起呢 它会跟稀落的方向是相反的 像各位可以看到 在北半球 太阳落下的方向是往右下角落下来 那如果升起呢 就会从右上角升起 那我们也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稍微检查一下 这一根是地球自转轴 跟这个轨迹会互相垂直 那一样的结果 你可以看夏至冬至都是如此 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轴 这个地平线找出来 这个角度 那应该是当地的维度 所以不管是日落还是日出考评 各位能够透过我们前面学过的基本概念 就是地球自转轴 对准天极的方向 当然这个是北半球的结果 如果南半球方向会反过来 那规则都是一样的 因为南半球看到是天南极 等一下我们用手上的题目来练习 好我们先介绍这边 待会我们来一起做下面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